Hello,大家好,我是Erica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美国的医疗保险的制度 其实很多人出来照到美国的时候 常常会搞不懂美国的医疗保险 甚至我也发现有很多人移民30年都不清楚 到底自己拿到的是什么样的卡 甚至有人是不符合白卡 可是他拿到了白卡 结果后来被政府查到还要补很多的钱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美国的医疗保险 那在美国的这个医疗保险里面 因为大家可能都听过叫什么欧巴马啦 还有什么ACA啦 Marketplace啊 这个都是指同一个保险 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雇主帮你这个投保这个医疗保险的话 你可以透过你自己所在的州去选择这个保险 透过州政府来投保 可是很有趣的是 每个州政府呢 又根据他的州的规模大小 像我呆的华盛顿州啦 或者是大家常常听到的加州啦 纽约州 这些都是比较大的州 他们的经费比较充足 他们会有自己的系统来培训这个跟州有合作的这个agent 就像我是跟华盛顿州是有合作的 那另外有些州就没有这样的系统 像奥克拉荷马州啦 或者像奥勒冈州啦 欧海尔啊 这些州没有自己的系统 他就是透过联邦政府之后委外的一些第三方认证的机构来投保 所以就会常常大家会搞得不知所措 不知道怎么样去搜寻 有时候还会搜寻到是一些骗人的网站里 留下资料后一天到晚接到一些广告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说 美国保险其实投保大的州就是会透过州政府的系统 那比较小型的州是透过联邦的系统 那我有帮很多客户在不同的州透过这个系统来投保 那你也会问我说 为什么很多业务员不做这个呢 就是你可以买到车险防险 可是为什么后上人寿险啊年金啊 那为什么那些业务员都不做这个 这边我就要跟老实大家讲 因为这样的系统 因为联邦政府跟州政府并没有付业务员任何薪水 甚至像白卡我们拿到都是零元 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花四五个小时 你是零报酬的 那牙科才拿一块多美金而已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业务员有这个 incentive要去帮大家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很难找到业务员 尤其像在加州可能还好一点 有些州根本都很难找得到 很多业务员agent啊或是broker 他们只是把这个当作他的一个服务之一 就像我也是把这个当作服务之一 这样子因为这个东西等于说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这样子要让客户解释 那因为我是受洗的基督徒 我把这件事情当我的使命 帮助大家了解美国的这个保险 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就是每一年在这个11月1号的时候 叫open enrollment就是开放可以申请的日期 那开放可以申请的日期 在这段时间你也可以更改你的这个保险计划 你可以选换不同的保险公司 那11月1号你就可以加入投保 那11月1号加入呢 你1月1号才生效 这一点一定要很注意 1月1号才生效 那中间呢 11月1号到这个12月15号以前 你都可以换 比如说你可能本来选A公司 换听你朋友说 B好像也不错 你换在B 如果你是在12月15号以前去更改的话 你一样也会在1月1号以前生效 你选的B公司 可是如果你是12月15号才去改的话 你这个就会变成生效率就会延缓了 所以就是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是12月16号以后才去改 到1月15号你的生效率会变到2月份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常常有人会搞不清楚说 他在这个转换期间 应该拿哪一张保险公司的卡去就医呢 另外比较特别的一点是 虽然大部分的州都是在1月15号截止 明年的2025年的计划选择 可是加州独外 加州我看一下今年的资料是 到1月31号你都还可以投保 那有一些人就问我说 诶比如说我是3月才到美国啊 或5、6月才到美国 你放心政府还有给你一个计划 叫做special enrollment 就是特别的这个开放日 那这种通常就是说你入境美国的时候 两个月内一定要找到合适的agent 或你自己懂的话 你把它填好这个表 你就可以生效 那或者说你失去了工作 你要提前退休 可是你还不到65岁 你也可以用这个special enrollment 或者是还有种情况 你从比如说从加州 搬到奥勒冈州 你也可以这个时候符合 这个两个月内的special enrollment 请注意哦 这个special enrollment就有两个月哦 你不能说我1月到美国 之后我9月才加入 这样子它match不了你的系统 因为在这个系统里面呢 它可以查到你很多的资料 第一个你的入境资料 它会跟CBE的资料 就边境管理局的资料会去勾集 它会查得到这些资料 第二个呢 它也会查得到这个IIS 你的报税资料 第三个是涉案局这边的资料 也都会查得到 那有关于收入怎么填呢 以后我们会找一起来谈 因为它的这个收入填法 不是像大家所想的 只有单一一种收入 其实它的要求的收入内容还蛮多的 都要填的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有些人呢 他其实在这个11月1号的时候 他不用特别去改计划 因为他收到政府的通知 如果你有收到这个通知 他通常会看你当时选是简讯 还是有email啦 如果你有发现说你有一个email 是写qualified的这个 qualified plan renewal 就表示说你是符合自动延续 去这个更新这个合约的 你就不用特别去选 除非说你原来选同级的计划 你想要选到别的计划 比如要选到赢的啦 金的啦 或白金的话 你就要再进来这个系统选 或者找你的agent帮你去改这些计划 那另外也要请大家注意 什么样的人可以符合这个auto renew 他有一个条件 就是当时你在填这些表单的时候 你是不是有授权政府IRS去match 勾及你的这个报税资料 那这个事情也是非常重要 很多人呢 我觉得很多华人来这边 同样都会碰一个名思 就是他都以为报税就等于要缴税 这两件事情是不一样的哦 我要跟大家讲 尤其在政府的这个系统里面 其实一万多块IRS那边是不 单身一万多块是不用缴税的嘛 可是呢 在政府的这医疗保险里面 是鼓励大家要报 即使你就1000块2000块 甚至几百块的收入 有一些长者 我碰到一些长者 因为他一亲一跟着他的小孩 来到美国居住 他根本没什么说 他就有一些利息跟中国的退休金 我建议他还是要报 为什么 你没有报的话 你就拿不到政府的补助 就叫tax credit 我曾经有碰到一个长辈 大概70几岁 是从台湾来 他的家人都说 我都是用旅游平安协来这边 他一年要付2000块美金 从台湾买旅游平安协 我就说 哇 那这样费用也不便宜 就是说一年要付2000多块美金嘛 那后来他来到这边呢 他就是选择就是 他刚开始他们也不知道说 原来一万多块的老人家 虽然不用报税 可是在这个地方报税是有好处 所以我就跟他说你可以报税 那他就是报了很多 大概几百块钱而已 因为他就有一些利息的时候 也没有房租的时候 其他都没有嘛 那他是绿卡的身份 后我们帮他申请之后 他从他不报税的情况 一个月要付800美金的 这个医疗保险保费 后来降到他只要付0块钱 所以请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在这个填写这个税务的时候 不是政府要打探你的隐私或什么 因为他才知道说你的所得 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他可以给你合适的补助 那如果说你报太多或你报太少 你到年底的时候你报税 他都会退回来会叫你补缴 所以报太少也不太好 如果你报太少 他发现说你其实今年你赚的钱还蛮多 这种是很常发生在 Self-employee 自己开公司的 你自己开餐饮业 就他查到你赚的钱其实颇多的 可是你怎么报这么少钱 他也会把给你的这些Test Credit 就是补助的这些费用 他也会要求把它退回来这样子 所以就说大家一定要去填 就是有关于像这些Concent 就是有关于你授权他们去补助 那什么样的人会有领保费呢 我刚才有提到说 你政府很重视 就是说你的这个收入的这个区间 通常他目前都是用美国的贫穷线的这个数值来看 那么你在贫穷线里面的百分之百到两百的人 几乎都是领保费的 我举例来讲 大概像我这边碰到蛮多客户 如果是在一个人的话 那如果他在他的这个一个人的话 他的收入在14500多到58000多 都可以获得到不等的这个补助 那如果你是落在100到200FBL 是可以全额都是领保费的 那如果是四个人的家庭 但是3万块到12万块钱 都是可以获得补助 那只是说补助的这个Test Credit比例会不太一样 那很多人都常说 啊我想要白卡 其实我刚到美国的时候 也是有小孩子是符合白卡 可是我觉得用白卡有非常大的困难 小孩要去做一个眼科检查 虽然所有的检查都不用保费 也不用什么Colpay啊 Dedalive都是零元 可是他做个眼睛检查牌六个月 我觉得非常的麻烦 而且很多医生也不收 我们这个州很多医生 我在华盛顿州靠近Porten这边 包括Oregon那边 我也碰到一些客户会抱怨说 都要等一两个月以上 那后来呢 我们的情况有改变之后 我孩子也超过18岁 因为通常在18岁以下政府会优先给孩子这种白卡 到18岁以上大部分的白卡就会没有 而且白卡也不是说随时都有 尤其是在这个Special Enrollment 就是在这种我刚才提到两个月的这种特别时间加入 有时候额度很早用完 像今年大概六七月额度就没有 那如果你在那段时间加入 你也不符合白卡 就算你符合白卡的条件 可是因为额度没了 因为白卡有很多的补助来自于联邦 还有来自于州政府的补助 像华盛顿州还有Cascade的这个补助 所以白卡我觉得不见得是在美国就医最方便的 反而现在就是说像我的卡是叫Silver 我是选银级的 我的保费很便宜 我才付十几块钱 我们有三个人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就是说你到什么医院去 我的Dedalable一年才2000块钱 我的上限2000块钱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评估选择 而不是看到一个领保费就是最好 像也有同级的啦 那这边就有提到就说 有时候你选的这个 不同的这个级 因为它有分四级嘛 你反而有时候选这个Silver或Gold 会比你选同级好 因为它的这个保费的致付额上限比较低 那它可能要你付一点点的保费 那同级可能没有保费 可能一年致付额要9500到9800 所以我觉得就要比较一下 不要不要一下子看到领保费 就一定去选到领保费 你要想一下就说你这个人会不会常常需要拿药 有没有可能有开刀的风险 这些都是要考虑要去跟你的Agent去做讨论 那这就是美国贫穷限的标准 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六个人的一个数字 就是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我讲的经营同级 这个在网络上都有 只是因为这个图是我们上课的时候 training的时候资料 所以字很小 你看到到白金级到这个金的级 它的这个deductible都是比较低的 像以我Silver来讲 我的系统是跟Blue Cross有关系 我就看这个中医啦 针灸 主要是针灸的部分 或者是说Cheropletic 我一年有12次一次是5块美金这样子 那我今天就分享有关于今年第一开放的这个Marketplace 欧巴马保险 或者是要所谓的叫ACA到这边 之后如果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资讯 我会再更新 同时我也协助大家做一些退休金的规划 省税的规划 我们的公司也做很多的这种省税规划 商业险啦 然后年金啦 还有可以存款作为退休金的这个受险 有任何问题 你也可以加入我的这个Line或WeChat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